它一定是if 後面這個東西是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邏輯判斷為true的時候 才會去執行後面這些程式 如果為false的話呢 那就跳過去什麼事都沒發生 所以其實會影響的就是true的時候 true就是這個為真喔 也就是說 那個裡面的資料不是數字 有沒有 所以這個去是 那個裡面的資料什麼資料 這個資料 這個裡面的資料不是數字的敘述就這樣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 這個中間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頭尾一定是if 然後and if 反正固定的 所以以後慢慢習慣 這個都固定的if and if就固定的 這邊也有個 這邊有一個邏輯判斷 中間的東西就是你要做什麼事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套用一下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是不是0到100分之間 那一樣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就是後面三個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把他停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把他停一下 後面三個 這123在這裡OK 那實際上這個也可以拿什麼 拿這個來做修改 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只是說呢 改的地方 就不是isnumeric 其實就是什麼 裡面的資料 應該是什麼 0到100分之間 那我們應該抓的是 不是0到100 就是說它是什麼 它裡面的數字 假如是數字 但是小於0 小於0喔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什麼 或者 或者 它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它裡面的資料 大於100 OK 也就是說呢 這個可能 反正我們要抓到的錯誤訊 就是房呆的 房呆就是錯的 把錯的找出來 錯的是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的數字 是數字 所以2OK 所以2過濾過一定是數字 但是數字 卻是小於0 或者 有嗎 偶爾 或者是什麼 大於100的話 那這兩個情況 其中一個發生的話 那就表示說 它輸入資料 不是0到100分之間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要 其實這個地方一樣 請輸入 剛剛是請輸入 那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請輸入 0到100分之間的數字 因為這次要打給它快一點 我直接用複製好了 把它貼上 那後面都一樣 那一樣把資料清空 郵票放上去 有沒有 然後就讓它再填一次 所以執行一下 如果假設我今天填 BBB好了 OK Enter 這個 這個我就判斷這個 它如果填的是120分 這個底下 假設都正確好了 那按新增 然後按新增 馬上就抓到了 這個成績不是0到100 因為它是大於 有沒有 大於100嘛 有沒有 後面那個邏輯 那就是一樣把這個清除掉 然後郵票放上去 有沒有 就OK 所以除非說它輸入資料呢 是要完全是正確的 然後按新增 才會過關 OK 那一樣的方式 這個底下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複製 貼改成3 改成4 所以這個大家一樣 所以我就拿這個來 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防災 機制建立 看起來層次非常冗長 但是其實很多都一樣 有沒有 就這個架構而已啦 OK 但是這個架構還非常好用 有點像是閘門的那個感覺 也就是說你如果建立那個閘門 把閘門都建立好之後的話 那以後的話基本上 就 完全就會follow你的規則 他就不會亂輸入 那這樣不會亂輸入的話 意識就象徵說以後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也就不會有人找你麻煩了 所以有一個系統 如果可以 你都想得很清楚的話 然後以後的話 就按照這樣規則 其實基本上就還蠻流暢的 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我發現很多時候你 源頭控管好之後 你就不會一直在蔓延 因為錯誤真的是很蔓延 不斷不斷的 有點像傳染一樣 有沒有 就像我用疫情來比喻 其實還蠻有沒有 就是那個錯誤 就像說人家亂輸入 變成說假設一個人亂輸入 另外一個人也會有樣學樣 人家亂舔嘛 反正另外一個人也不是這樣舔 我也照這樣舔 那今天每個人都亂舔 最後誰倒楣 就整理資料那個很倒楣 為什麼你們都亂舔 我不是跟你講了嗎 你為什麼不照著做 沒有啦 我很忙啦 尤其像之前跟同學聊天 他說業務人員最討厭 業務人員每次說我很忙 我每天都要跑外面 我沒有時間在公司 資物之類的 那最倒楣就是 內部人員 就要不斷在貼他擦屁股 那這樣不對啊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這個地方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太多的那個 錯誤發生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寫完了嘛 然後程式都在這裡 所以按新增就OK了 那 再來的話呢 但是還是 有很多的問題 可能會延伸性 基本上我們大概 房呆的問題都考慮了 可是 有的時候人就是這樣 就是 他不從這邊喔 他就把他關掉 比如說他這個地方 就不用表單了 他就關掉他就自己填 有CCC 然後你那邊控管了 那我這邊 就給你什麼 我就直接給你在這邊亂填 他可能就填AA 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填填 那問題再來 你變成說 你有房一半 他變另外一個 他就會自己亂 所以怎麼辦呢 再來的話 你可能就要 解決幾個問題 是不是說 這邊就不能讓他亂填 那這邊如果不能讓他亂填的話 那我們可以從什麼 教育裡面 保護工作表 保護工作表呢 你可以加上密碼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加了密碼的話 程式能不能過關 有沒有 比如說我加1234 按確定 他一定會再一次 1234 好保護起來了 想說 好吧你要從這邊填 抱歉 沒辦法填 但問題來了 你的表單呢 假設你填了 CCC 這邊都填完 都正確 那你按新增會怎麼樣 錯誤了為什麼 因為 你 保護了 城市 也沒辦法 跳過 除非呢 特別是有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跳過 可以 就是 順便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 你可以透過 OBBA 動態的 在你要輸入資料之前 把密碼破解掉 然後呢 當你輸入完畢之後呢 再把密碼加回去 這樣應該OK吧 這也是 那邊教人家怎麼調票 有沒有 那也是有引起一些啦 那就是總會有一些漏洞 那怎麼辦 補起來 所以怎麼補起來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這個補起來 因為它沒辦法填進來 因為這個儲存格 是 防血的狀態 所以 怎麼 讓它可以動態的 填資料 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 我們可以在 第一行的地方 這個sub的下一行 跟它講說 我剛剛的密碼是1234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先打一個 目前的工作表 在active 工作表叫sheet 目前的工作表 OK active sheet 點什麼呢 你跟它講說 如果我要取消保護的話 那你這邊可以打什麼 保護叫什麼 保護叫protect 應該 這個單字應該有 有用過了 protect 對 然後如果要取消保護的話呢 就是在前面加什麼 un就好了 unprotect 有沒有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喔 我這邊字喔 全部都打小血 那我怎麼判斷說我沒有打錯字啊 其實有個方法 你把游標移開的話 如果它的手字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字沒拼錯 把它移開看看 有沒有發現 A變大寫了 S變大寫 U變大寫 表示沒打錯 那你後面可以怎麼樣 跟它講說 刮糊一下 密碼給它 1234 1234 OK 這樣的話就取消保護了 所以喔 如果我們假設說不希望使用者亂填資料 的話 那其實 我們可以先 先保護 然後呢 我們在要 修改 資料的時候呢 的第一行 做這個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這樣 取消保護了 那我資料改了 可是之後不就 也 被打開了嗎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一行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 放在 End Sub的上一行 也就當程式 結束 然後已經結束了喔 OK 把它貼上 這樣 但是特別注意喔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剛剛是 Protect 那現在呢 Protect就好了 OK然後一樣是1234 好 程式 就解決了 OK 所以其實我們來試試看喔 也就是說啦 如果你要徹底保護你的資料的話 這個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當然不只是用在這裡啦 如果你希望你的資料 以後可以搭配VBA使用 然後只有VBA可以打得開的話 那你用這一招 OK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喔 剛剛這Protect的 記得先把這個 教育裡面的部分 把它加上保護 我密碼是用1234 那你密碼一定要一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Protect 現在要Protect呢 CCC 隨便打個成績 好 然後按個新增 有沒有發現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 一啟動的時候 有沒有 他就先把保護取消了 在他結束的時候呢 他又把保護加回來了 OK 所以我們來 這個再試一下 如果我手動要填資料 可不可以 沒辦法 OK所以喔 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重點再 講一下 第一個喔 請在教育裡面 有沒有 先把這邊改成叫保護工作表 因為我現在是加了 現在如果取學 保護工作表加一個密碼 我是1234的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在程式裡面做什麼 在那個 我們的表單的地方 新增的地方 開頭的地方加這一行 結束的地方加這一行 其實結束的地方 跟 開頭的地方 只差一個UN而已 其他都一樣 OK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 先還給各位 好 好 好